刚刚那个版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打 因为这个比我们正常打那个拍型的确是有不一样 因为也是史迪卡这边就是说刚刚研制出的一种新款的版 其实性能什么的都还可以 因为那个海绵什么的其实就是也是新研发的 相对于原来的话我感觉是比较容易吃得住球 因为我看旋转力量什么的都还可以 胜利后到15号前参加比赛 这还行 还可以 其实第一印象其实感觉很稀奇了 因为毕竟这个拍型这个形状跟我们正常使用的都不一样 然后其实打下来的感觉就我感觉手感什么其实挺好的非常好 他这个拍的我是刚刚打下来的情况下 我感觉他这个踢球的面积啊有可能会有可能比原来的球拍 稍微面积大一点 因为你看我刚刚不管正手拉球还有反手拉球 都感觉就是在板上的这个吃球的这个就是说面积什么就是速度什么的都能吃出球 重量其实还行 我实是觉得重量这个重量这一块还是比较合适了 我刚刚握的球拍不管海绵贴上去啊 这个重量我跟我自己用的球拍其实差不了多少 控制太拳就是我就说了旋转因为有旋转了 我反正旋转强了以后你是手上的这个控制啊 控制也都会比较好 像我刚刚拉了正手拉球还有反拉对拉都还行 因为不像原来的话实际上海绵 因为我原来打过 按照海绵的话就比较软一点 就是稍微相对于软一点 但我今天试的两款海绵 正手跟反手这一块都还行 就是抵径啊不管速度力量旋转什么都还行 我今天也是就是刚刚也是在练球嘛 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这种也要在比较当中去 就是说去再感受一下这个板的这个性能啊 这一块就刚练球的话 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